我們有請體育署,高署長 署長你好,台語聽得懂嗎? 可以 請教一下,我們今天主要要說體育中所的部分 我們跟委員報告,運動的設施我們基本上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要作為提供比賽,如果它不作為提供比賽的話,那這是另外一類 如果是要作為提供比賽,我們就有分級 分為它是哪一個等級的比賽,它就有相關的規範 那如果不提供比賽的話,基本上我們沒有做分級 我們這最分兩種嘛,就是有比賽跟沒有比賽嘛 是 那有一個問題是說民眾比較適合使用的,使用論比較高的應該是哪一種? 如果是常態性,全聯性的話,應該是社區在社區附近,這些所謂的國民運動中心 使用率比較高 好,我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改善各級公立運動中所的實施 無情體育室補助地方政府建設30座的公民運動中心 到一空半年的時尊是完成26座 但是呢,這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因為我本身是有在運動的時候 我本身有在運動嘛,但是過去傳統我們中國民國就比較喜歡說 出國比賽中冠軍提金拜,或是辦比賽的法大宅 但是呢,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說體力一國力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愛健康、愛運動的國家 那通常我們這個國民的心態、衛生、甚至是這個國家的國力越來越強 所以呢,我在想,我去研究包括美國、日本的這個所謂運動實施的分級方式 它通常都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是中央吉,第二是這個地方吉、社區吉 最後呢,叫做林立法 有可能包括公安學校也可以用來做這個工作 但是呢,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分級 沒有分級有一個困擾就是說 到底看起來都是運動中所 但是民眾到底可以做、不可以做 這其實是很困擾的事情 在高雄公家機關,他們有可能將他的中所 分成政府指引、協會托管、以及學校代管 所以呢,有很多,譬如說 我知道高雄的陽明網球場 或是台中的一些鯉球場 民眾看到,說我們家對面有運動設施 但我不知道跟誰借 我不知道怎麼使用 我相信台灣也有這個狀況 在這裡是說有一個協會有一個 烏門球場,看起來是公家的 譬如說中情、體育館 高雄的中情 一個要跟他借而已 說什麼幾年冬天都借了 我每年要借就不行 他說他們會續約 那意思是怎樣 我看起來是公家的中所 但是其實民眾沒辦法使用 你就必須要自己某一個協會 某一個球隊才可以使用 但是我認為這不符合到 所以公共中所的定義 所以呢,為什麼會分成ABC字呢 就是說你會照到他的 包括異性的部分 中央局的中央處理 這個美字的地方處理部分 中央補助部分 C字的利用在公方抗爹 好好來讓民眾使用 他有辦法普遍法 不知道這個公法 你能有同意 是 有可能回來研究看看 是 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在網路上面 因為現在是媒體網路的時代 在網路上面 我們有什麼工具 來讓民眾知道 我們附近有什麼運動中所 現在呢 就是說 體育署有一個 體育資訊網 體育資訊羽 那在這個上面呢 我們把全台灣 還有包括里島 我們相關的公共的運動設施 有做一個資訊上的一個 全部的公佈 而且每一年度會做一個更新 網路上面 網路上面還有一個LINE 8 是運動愛台灣 運動愛台灣 推廣中心 但是運動愛台灣 是 不好意思 你先介紹好了 運動愛台灣 裡面那個LINE群組 最主要是在活動 在活動 最近有什麼活動 比如說最近疫情期間 怎麼樣來提醒大家 或者是在居家的時候 可以做什麼樣的運動 來提高適當的免疫力 所以信息中心就是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其實是這個 剛才說的運動員 這個東西 運動員是我們 比較固定常態性的運動設施 既然放在電腦裡面 放在網路上面 你可以告訴我 裡面總共有幾個運動 謝謝 現在就是說 我們有針對足球 棒球 和各縣 各縣 地方政府 這些的運動場館 只要是公立的 基本上我們會把它納入 大家知道有幾百的 幾千的 幾萬的嗎 應該是幾十千的 有啦 因為它放在網路上面 所以你論上 要統計很簡單 你還可以分枯來查詢 但是裡面有一個狀況 我不知道你有注意到 裡面有那個 不開放的政策 包括我們無法國設的操場 包括有些學校機關 它雖然下出來是公共政策 但是 你要照的時候 它上面才站不開放 我不知道這QK的意思是什麼 包括我之前也有和 蘇來的一些董人來講過 我想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 既然它是公共的 公共的 理論上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我們現在開一個網站 跟大家說 營業時間八點到十點 但是 不好意思 沒有要借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 我知道 提供師 要去跟各地的管治政府 來協調 這些當地包括信息的回收 包括他們要怎麼做吃 做做做做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有那個信息 但是我也不可以使用 那到底你給我這個信息要做什麼 是 所以這些東西應該很簡單 我們來投入到各地的政府 來做協調 真真真正做到一個公共 以及 到底要收費 沒有收費 我想還反那個基礎 但是最重要的是 真的每一個民眾都找到 地方的 實施來使用 好不好 好 好 拜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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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陳柏惟委委員 謝謝高署長 繼續我們請邱之委委員質詢